好 大家好 我是台灣耳男 今天呢 要來跟各位介紹一個喔 這個我自己研發 個人研發的一套 雖然不搶喔 但是這個嘲諷性滿點的牌組喔 這牌組的名稱呢 我把命名為沒抽到 我沒笑他喔 那我們現在呢 一起來看看這個牌組的基本配置喔 那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左邊第一張的這個惡魔火 惡魔火這張呢 相信大家應該都是沒有什麼疑慮的啊 最噁心喔 最常上Benway的一張卡 就是這張卡囉 那這張卡呢 是肯定要放進我們這個牌組裡面的喔 這樣抽到他的人呢 才會非常開心喔 好 那再來呢 是我們龍蛋蛋喔 這個龍蛋蛋喔 大家不要看他這麼可愛喔 他之前呢 也是曾經有一度喔 是放了上我們這個Benway榜的 所以他也是非常重要喔 必在牌組裡面放的一張卡喔 那再來呢 聽說啊 最近有一個新的這個流派 就是這個鳳凰流派 好像鳳凰時內婆吧 還是什麼套 我也不知道喔 反正呢 他是一個最新服輸檯面的一個牌組喔 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呢 一樣喔 是我們當佛系玩家 該有的本事 我們就應該把他放上這個 我們的牌組裡面喔 那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龍蛋蛋跟雕像喔 這兩個呢 都在現在這個福利維的狀況下喔 非常噁心的一張牌喔 所以呢 我個人認為呢 這張卡也是一定要放在上面的喔 那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水牢跟閃電喔 這兩個 我們的純咒魚卡喔 這咒魚卡呢 身為目前最強勢的水牢喔 一定也是要放上去的 那這個閃電自然是不用說啦 我們都知道那個閃電肯定是要配妙麗一起的嘛 打了對方噼哩啪啦响喔 感覺有個噁心 那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喔 是我們的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呢 肯定也是要放上去的喔 這個也是我抽很久才抽到一張卡喔 如果對面抽這張卡呢 那肯定是會很開心的喔 那再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中間這一張喔 就是我們的麥教授 我們最新的一張麥教授的卡喔 哇 這個對方抽到呢 我們也肯定是會非常非常開心的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整個牌柱裡面呢 唯一一張卡喔 就是這張卡 這張卡是什麼呢 就是隨行現影術 有沒有看到 當他呢 一看到這個畫面當中喔 一堆金卡 但是就只有一張這張卡的時候 他最後按下抽 結果最後抽到這張卡 你看看這張卡的畫面 多麼的嘲諷 來 我們打開來 這張卡 我們再細看一下 當他看到這個大神在這邊的時候呢 他就點一下這個畫面 嘲諷效果滿點 可憐啦 沒抽到金卡 雖小